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三,现在的气温是23度 外面是多云假,不中有阳光,突然之间天气冻了很多 但是在昨天天文台早上7点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 去到下午5点半才取消 再创2000年推出以来,暂时25年内最迟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 即是说昨天又极端热,现在突然之间气温又跌了8度、9度 大家留意,不要说这么容易涉及 好了,和大家看看六合彩吧 马会为了庆祝成立140周年,推出了两轮各7千万的六合彩多宝假 即是合共1.4亿,第一轮的酷热就已经在昨天晚上搞了,头掌就没人中 累积多宝年和金多宝的总额是7500万的,会撥入去到28号夜晚的第二轮搞猪 如果头掌10元一注毒中的话,预料可以赢到1亿 哇,这一笔数不得了啊 好了,去看看新闻吧 一个60岁的地盘工人,怀疑就是不满年轻距20年的女朋友 夜遇她又老又穷,并且表示找男朋友就会找个年轻的 接着这个男人就生气了,涉嫌在大埔的劏房单位里路斬女友 女友两名分别是13和8岁的女儿想救妈妈,亦被斬伤 工人更加在他们身处的劏房点火,消防到场时,工人及时离开,受到轻伤 三母女事后被发现,在房间里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工人否认老谋和纵火,案件在昨天在高等法院开審 控方开案陈迟透露,被告女友身上有过100处的刀伤 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她本身是想滥炒 但最后因为顶不上龙烟,所以就自己先走 这件事其实就发生在2021年7月12日 即是都说已经是三四年前 其实这个人不用想了,三条人命就预算在坐中身 其实这些大家看到,就是老夫少妻 跟着少妻亦都说又老又穷 这些真的就跟可白河马他们的情况有点相似 好了,下一单新闻 这单新闻虽然昨天说了,但今天都要循例说一说 政府严厉打击滥用公屋,房委会在昨日表示 一名住在石门村的公屋户主被发业 原来在元朗区持有住宅物业并且没有申报 单位在今年5月被房处收回 这一名住户较早前也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 在前日被判监30天 据了解,这单案件就是第二中牵涉到门部被判监 而是不被换刑的个案 即是说香港这么久以来 是第二中的案件 即是因为欺骗公屋就需要直接坐监 这些是一个好的开始 令到人亦都不敢滥用公屋 因为不再是换刑,换刑即是没事 变相就是说真的要进去坐30天的话 会令到部分人却步 下一单新闻 继警务处处长曾伟雄的独立屋 在20日被人爆洩之后 猜不到在第二天一间一公里外的独立屋 也被人爆洩 原本警方已经很重视 现在还要说第二天你再和我偷旁的屋 所以警方大规模偵查 最后拘捕了两名内地男子 相信他们是牵涉到附近的住宅爆洩案 也正在调查究竟他们和曾伟雄预集案有没有关系 甚至乎有些现场的图片曝光 两个贼被人禁在地上 大批的军装和便衣探员也在旁戒備 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个有没有份爆洩真伟雄一间屋 总之这么大胆爆不爆爆爆中前一间屋 不过无论爆哪一间屋也好 都值得被人禁在地上被人抓 下一单消息说 人称孙公的拆弹专家孙明阳在22日离世 享年80岁 他曾出任过政制事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等等高职 其中在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在内 推出压制楼价的孙九昭更影响深远 孙明阳出身于中国内地 1946年跟随家人来香港 早年就读于香港华人书院 毕业后升读香港大学 主修数学和物理 1966年取得荣誉理学士学位 曾经打算做老师 但同年入到政府担任政务主任 孙明阳的仕途很平坦 1989年出任了县制事务师 1991年担任政务师 回归后先后出任文政事务局局长 接着又到政制事务局局长 接着到了2002年 董建华推出问责制 孙明阳担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长 接着2007年做教育局局长 做到2012年6月离任 在2002年11月 香港的楼市自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 跌至新低 当时孙明阳推出了9项旧市措施 也是俗称的孙九昭 希望借着减少对市场干预 从而稳定楼市 当中取消拍卖土地措施最为人救病 等于将土地供应的主导权拱手相让给发展商 再加上由于孙九昭大幅降低了房屋供应 令到这么多年后 住宅供不应求 也卖下了日后楼价飞掌的伏线 等于一个人做官 总会有些功过 之后就会被人数出来 其实孙明阳在2011年的时候 幻想了神衰竭 然后在同年也患了退五军人症 然后在第二年去厕所的时候 跌断了右臂 令右臂骨裂 其后也接受过小肠气手术 亦都切除患癌的甲状腺 接着在2018年 他就因为游泳吸入泳池水 所以感染了肺炎 更加就说 当时是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其实孙明阳近年多次入院 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被受关注 下一单新闻 海王粥店湾仔分店推出了十元鸡的放题 说十元鸡在四十五分钟内 能够任吃白粥和四款的油气 即是那些煎堆油炸鬼 不过我觉得到期时肯定排了长龙 而且他走你四十五分钟的话 他慢慢上餐 其实你都不是吃到很多 当然你说十元我只吃到一条油炸鬼都抵抗了 你可以这样想的 你也可以说 我只吃一碗白粥油炸鬼都抵抗了 不过其实这些 就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所以就不需要 别人便宜一点 你就不用拼命去吃东西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那段新闻 那些 negotiable == 子股份 不应该在市面上流传 旺角有两间饮品店仍然是违规用交饮馆 最后被访问,店长就说 不好意思,我们内地品牌不懂规矩 到时就看看政府如何去执法 下一单新闻 动植物公园猴猴病再添一死 康文署在昨日表示,动植物公园一只10月13日 接受隔离治疗的白臂长尾猴身亡 鱼龙自然护理署已经进行解剖试检,确定死因 基本上就算不试检,也可以估计又是与类鼻椎有关 下一单新闻 在喜宁州附近的水域在早上发现一艘本地渔船 涉嫌非法使用蛇网去捕鱼 船上六名内地过来香港的鱼工 和一名本地船长在昨日被鱼龙自然护理署起诉 将会在今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好了,下一单新闻 亚街路街一间持牌的新鲜粮食店 怀疑以冷藏肉充当新鲜肉出售 食环处在昨日采取行动 检获了大约33公斤的华尔冷藏牛肉 大约150公斤是预先包装的冷藏牛肉 已经封存调查 而且这间店违反了持牌条件 所以正在取消牌照的程序 好了,下一单新闻 旅游业议会在这里谈 不如去搞14条旅游路线 去吸引内地游客 当中包括高阶鬼屋 和华富邨的一些探UFO之类 不知道到其时彩虹邨 又会不会不断被人骚扰 因为彩虹邨有位置拍照很漂亮 很多人都经常过去拍照 不过多人去拍照 但也令附近居民觉得相当滋扰 好了,下一单新闻 葵冲医院发生遗失病人资料事件 葵冲医院的发言人表示 医院社区精神科服务一名个案经理 在21日遗失了一份 再有病人个人资料的文件 牵涉到19名病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性别电话号码和住址 文件也是再有部分病人家属的电话号码 医院方面表示非常重视这件事 已经陆续联络受影响的病人致歉和解释 也报警和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备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两名男警涉嫌和15岁的少女拍拍拍拍 并且还要拍别人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被控相关的罪名 两人早前不应罪 甚至在候审期间进行交涉 说,喂,小妹,给你10万元,你不要出庭作证 最后被人知道了 所以亦被加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这宗案在昨天在区域法院继续审 所以那两名警察已经承认自己 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 到时看看他们A罪加B罪究竟要坐多久 好了,下一单新闻 邱班警在圣诞节清晨走后驾驶 遇到交通警截查 以高达每小时165公里时速飞车逃走 经过调查后被人拘捕了 揭发他当时无牌駕駛 而他曾作为警员的父亲 因为是车主所以受到牵连 两父子都是齐齐乃夜 儿子即那名现役邮班警 需要还额等到11月12日判刑 至于父亲获了保释等待社会服务令的报告 即是父亲因为他不是开车的 他是借车的 所以应该社会服务令就完 但儿子应该是要坐牢 之后也没得做警员 以后的长逢 嘟嘟嘟嘟的全部都没有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再有原居民牵涉到套丁被起诉 廉政公署在昨日表示 正式落案起诉 一名西贡商丝湾村原居民 他被暂控一项村谋诈骗罪 涉嫌在1998年9月至2023年2月期间 向地政总署申请在村内兴建一栋公屋 俄称无意将丁拳给其他人或发展商 但联署接报调查 发现被告怀疑是与发展商达成协议 发展商为它建完屋之后 被告可以获得丁屋其中一层单位的业权 其余两层单位的业权属于发展商 涉事的丁屋在2021年落成 其实如果这些狠查要去抓的话 难怪监仓就要旷建 下一单新闻 为了配合东涌线的延线工程 港铁往来东涌和欣澳站列车服务 将会在星期六晚上提前两个小时收车 不过不用担心 即期间会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往返两个站 大约3至9分钟一班车 车程大约20至30分钟 下一单新闻 秘鲁媒体在10月14日报道 当地警方破获了一个准备利用船运 将500公斤的非法药物 运到香港的华人犯罪集团 被捕的人士当中包括两名香港人 500公斤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死路一条 下一单新闻 英甲球会八名项前班主杨嘉诚 因为洗黑钱案被判囚 法庭在2018年下令充公他大约3.38亿资产 如果不是就需要坐10年监 但他到现在只交了1亿出来 案件在上个月作出聆讯 这个杨嘉诚说自己出售山顶豪宅还债 法庭批准押后 但你就算未卖得出也好 你都要拿出1300万 案件在昨天坐在高等法院聆讯 控方说杨先生你连千多万都未付 并且透露你不仅千多万没拿出来 没有诚意之余你自己都被人追紧140万管理费 但他的律师强调 我的客人确实是以2.66亿出售物业 估计在12月就能够完成交易 所以最后局官批准把我期压后到年底 到期时看看究竟是否需要坐10年 下一单新闻 一辆澳门的私家车 近日经过广珠澳大桥入境内地 但发言司机神情異常 所以被海关工作人员折查 最后在私家车的引擎中 找到46部旧手机 下一单新闻 南华体育会电脑伺服器 在今年3月遭到黑客入侵 私隐专员工厨完成调查后 在昨日公布结果 确认有72,315名南华会会员的個人资料 遭到外洩 包括香港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等 工会亦揭示说原来黑客 两年前已经潜伏在别人的伺服器 但是保安系统不能测试 所以为什么人家一偷的时候 一下子就偷了所有东西 没办法 人家潜伏了两年 有心装你这些就没办法 下一单新闻 明年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市场 395个年宵摊位 在22日起一年三日公开镜头 其中熟食摊档最高的成交额 去到18万2千元 不过都是按年跌了17% 有镜头多年的熟食摊主就认为 香港市道疲弱 香港人就忠意不想消费 再加上夜奔分活动就不断举行 导致其他的同业就不愿意去摆摊 另外他也说了 由于受到人工和电费等等的高昂成本影响 每碗的鱼蛋就会定价在20至30元 更加就说了 就算鱼蛋我卖二三十元也是不赚钱的 纯粹就是出来打个和 他有他说的 我有我分享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他 其实大家都知道鱼蛋这些cheap 还有他做生意 他大批大批买的话 成本就更加之低 但是都说了 卖二三十元就没钱赚的 当然都明白了 他租的地方要18万 也都请人又可能要成八个水 一千元一日 但是了 是不是真的说到完全没水赚呢 因为都是那句 涉本的生意就没人做的 如果有钱赚的话 刹头的生意都是有人会去做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政府早前向内部推出科技保安指引 规定雇员获批准才能够使用桌面版的WhatsApp Gmail和云端软件 如果是你没有获批准的话 你就不准用Gmail和WhatsApp 我个朋友都在那里骂 居然没得用WhatsApp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说 你就用VChat 你算了吧 这些你公司就是政府自己会想办法的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去年12月 打鼓嶺堆填区就发生了致命工业意外 一名60岁工友处理垃圾 傾倒的时候就遭到夹币 到最后那间公司叫做太古惠名有限公司被劳工处检控 在22日在粉领裁判法院被判罚8万元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驾驶时想爬人头就是人之上情 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上日前流传了一条车cam影片 显示在22日下午3点一架私家车在侧如冲行驶 驶到去会展一带的时候 尾除一辆黑色的保时捷 怀疑一直想爬头 在行人路上 左串右插 两道就逆线 差点是和的士迎头相撞 幸好最后就没事 但是有车cam拍到的时候 这一架车都不用指望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元朗一级建筑物大王古廟 在21日失火 最后就烧通顶 有不少老街坊都很痛心 发展局在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 其实建筑物的正门和側门外墙部分的位置仍然保存 但是对于屋顶的结构和庙内的木结构 大部分都是被烧毁 似乎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拆掉它再重新起过 因为你这样烧一烧的话 都已经是会变危险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屯門就发生交通意外 在昨日的夜晚6点 两架的私家车就在石牌头路和河旺街交界相撞 两名的司机就分别报案求助 救护人员就接报到场 其中一名男司机就报清颈痛 戴上颈箍后送到屯門医院治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清衣就发生中火烧车案 在昨日结夜晚11点 有途人经过香港资讯科技学院清衣总部 在附近就发现一辆奥迪斯加车就起火 消防到场将火救息 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即是被人烧车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九龙城的警区打击非法劳工 有11名男女被人逮捕了 主要都是预期居留 诸如此类那些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旺角他们就进行了那些反罪恶行动 周围掃墙 最后拘捕了10个人 另外也都发现其中一个人 是和今个月20日 在大角仔伏击爆人尘的肩头案件有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他们跨部门就在沙田那里打击街头罪倒 12个人被捕 年纪最大的是85岁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旺角就发生了众火案 在夜晚8点的时候 下街路街和唐美道交界于天桥底 就有杂物起火 接着就冒出龙烟 亦都是惊动图人报案 消防就出动了一条喉 和一队烟墓队灌构 10分钟之后就将火构式 火警当中就无人受伤 亦都无需疏散 最后调查就认为事件有可疑 消息就说 有一个可疑的男子 在场用打火机就点燃杂物 同人见状报警 发现桥底有三处火头 希望能够捉到放火的男人 因为有些人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不行了 那些人躺在桥底 阻止自己 但他又自己不是躺在桥底 然后就不是说帮别人不得止 还希望透过放火 赶走别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20日接获报案 就说长沙环一个地铺酒吧 就怀疑被人爆隔 店铺里面三千元的现金被人抓了 警方最后在21日分别在 黄大仙和深水堡区 就拘捕了两名分别是 47和60岁的本地男子 两个人涉嫌报事被扣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全錦公路就发生了交通意外 在22日夜晚9点16分 一架私家车和一架七人车 沿着全錦公路 驶到雷公田和石江军营附近相撞 一名45岁的男司机 就腹部和手部受伤 由救护车送往博爱医院治理 另外一架车的司机和乘客 就无需送院 另外七人车的车头损毁严重 和漏油 到最后消防都要过去 帮忙去处理油污 还有担心就是说 万一附近有火花的话 到时就会烧车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湾仔打击那些 违法入境 违例入境 那些 最后就抓了四名印尼和内地籍的女子 涉嫌偽造文书和月期居留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消防在元朗倒破非法加油站 檢获了84万柴油 将会检控两名男子 好了 香港新闻就不再看了 就飞了他 去和大家看外国新闻 美国媒体 10月22日引述消息报道 比尔盖茨 私底下就表示 他已经是向何錦麗捐了五千万美金 比尔盖茨就在纽约时报发声明就说 今次选举不同 反映了他的政治策略就有重大的变化 其实今次都是世界富豪的角力之一 例如说 Elon Musk 没错 他现在比比比尔盖茨 他就是支持特朗普 但是 比尔盖茨 他现在就是支持何錦麗 所以 未来11月初 随胜随负 这一件事 暂时都很樸缩迷你 不像特朗普vs拜登 当时大家都觉得 特朗普赢了 但是结果想不到 及时就换了个何錦麗出来 下一件新闻 现在奥巴马 未来几天 就会在亚特兰大和费城 去举行集会 当然是帮何錦麗站台 亦都有些摇滚巨星 就是帮何錦麗 总之就是 希望透过粉丝 诸如此类那些 就去帮何錦麗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轮到特朗普的新闻 特朗普之前去麦当劳炒薯条 然后人们都在问 麦当劳是否支持特朗普 麦当劳的员工要懂得做 你喜欢吃麦当劳 你知道你要投谁 然后麦当劳紧急否认 说我们不要支持谁 我们中立的 我们不会加入选战 这样就紧急回应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持续 黎巴嫩卫衛生部 在10月12日表示 他们首都贝鲁特的主要政府医院附近的范围 在21日遭到以色列的凶杂 造成了18人死亡 60人受伤 死者包括4名儿童 好 下一单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去到俄罗斯出席金砖峰会 在10月22日昨日下午和普京会面 新华社说 习主席表示 中和关系风雨兼程 大家一起努力前行 并且取得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 在这种不建民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双鸣大国 正确的相处之道 而且都要看一下谈一下 始终就是说 美国就来大选 其实中和要就着这方面 去针对一下政策策略 这些其实都是必须的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集再见 是这样 拜拜